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藍正宏第二次當導演 這次當導演 有跟之前的感受比較不一樣嗎 或者說有沒有覺得 以前當演員都覺得好像很簡單的是 當了導演反而覺得 天啊 我以前真的是有一點點 就是好像不知好歹的演員有沒有 自己還是需要去 攝取更多寶貴的經驗 對 我覺得就是經驗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我覺得就是生命當中 最需要花時間跟花心力的 但是它是逃不了的 它是如果你享受它 你就要經過這個痛苦啦 對 還在當學生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很瘋狂的事情 在求學的時候 我做過最勇敢的事情 應該是小學的時候 在課堂上舉手發問問題 這是最勇敢的 對 創作 音樂吧 為什麼很勇敢 因為我其實比較不善於表達 自己心裡的想法 所以我找了一個方式 去說我自己想說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小時候 是一個不敢做壞事的人 是 對 但我覺得我做過最壞的事情 就是我會偷偷的去 就是在快要中三的時候 偷偷跑到廁所裡 點麥當勞吃 我覺得這一次比較特別是因為 從學生然後橫跨到30歲 對 然後以前 就是我沒有經歷過一個角色是 整個形體會改變 然後整個面向完全不一樣 大部分都是一個角色貫徹到底 然後時間也沒有拉那麼長 對 所以這一次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現實生活中白白 在演藝圈都是桃李滿天下 很多人都是你的學生 接受過你的指導 你有沒有碰過什麼 就是讓你印象很深刻的學生 或者是讓你覺得 他居然這個樣子的學生有沒有過 我遇過最壞的學生 就是最乖的學生 唉唷 等於是越壞越有創造力的概念 對 就是最好是像我們系裡面 像張環雲他們那樣子 對 對 就是要這麼的調皮 上表演課才會有趣 然後我們表演老師 最喜歡這種活潑外向的學生 對 洪燕熙在裡面的這個小致老師 他看過很多師生的衝突 也看過很多學生跟家長的拉扯 你現實生活中有沒有什麼 讓你印象很深刻 我忘記是為了什麼事情吵起來了 對 然後老師就直接跟那個學生講說 要不是你現在穿著學生制服 不然我馬上就揍過去了 是 他馬上把學生制服解掉 然後摔在地上 他說老師 你現在不要把那個教師證給我脫掉 我們出去叮咕咪 哇 好 這麼狠 老師好險 忍住了 對 他就是很生氣的就走出去了 不然剛剛那個氣氛圍下面 直接就是真的要衝突起來 所以那個同學該不會姓侯吧 該不會就是你自己吧 姓菸 你是國民老婆 也是國民媽媽 好多人的老婆跟好多人的媽媽 他也是啊 國民老婆 真的 我覺得導演很會帶戲 是 很會說故事跟我們聽 所以 就是在拍的時候很快就會變一家人的感覺 這個導演在選角跟在講故事 真的從前置跟挑演員的過程 他哭得比所有人多厲害 真的 應該是錢丟進去太多了 其實不是 其實是錢還沒有湊齊 沒有 開玩笑 因為我第一次跟步路導演合作 然後很開心的是 他竟然說 自強哥 我只找你一個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跟我那個補習班主任真的長得太像了 那我就很開心 可是看到劇本完之後我就有點擔憂 因為裡面有一場 待會兒未來會看到的就是 我跟兒子大和解那場戲 需要很大的能量跟付出 所以我很擔心我能不能做得到 那事後看來我應該做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對步路導演我已經有交代了 他以後還會再找我 藍正龍呢 你現在成為你當年想要成為的大人了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長成這樣 真的喔 這種大人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好像還滿壞的 我是演吳建和的角色 他演吳建和長大 所以剛剛吳建和有特別提到 他會一個怎麼樣的形體改變 會變成是謝忻穎 這真的是 大的改變 對 有聽說他因為知道長大是我演 所以他有特別減肥 有有有 瘦了7公斤 對 我覺得滿厲害的 我之前那時候去見導演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直接拿了一張 我之前的照片跟吳建和的照片 兩個放在一起跟我說 你不覺得很像嗎 因為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滿幽默也滿有趣的做法 因為那時候Blu就給我看他的劇本 然後其實我在看了第一次之後 我就真的滿感動的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剛好有時間 那我就來 一起來完成這部電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每次都是演宏建和的兄弟 我這次演他的學生 然後有點很不習慣 他是因為這個角色才穿耳洞的 對 然後因為我跟他拍過那麼多戲 都沒有這樣過 然後我覺得他這次的突破很大 謝謝哥 謝謝老師 聽你叫我老師我好開心喔 謝謝老師 被陳本人叫老師 對 老師老師 很期待 然後來看懷雲的赤裸的一面 特別赤裸的一面 會害羞嗎 沒有啦 我自己已經看過了兩次 所以 OK啦 很滿意的 對啊 自己不害羞 害羞的就是別人 對 自己不害羞 害羞的就是別人 開動囉 謝謝 這碗泡麵在電影當中 代表什麼樣的含義呢 在每一個人的青春 都充滿了很HOT的感覺 好